朝鲜举办的国防发展2024战会上怎么出现了T14 火力军原以为是俄潮关系加深 俄罗斯给朝鲜冲场面用的 但仔细一看 这款酷4T14的坦克 原来是朝鲜新一代的主战坦克天马2 只不过和2020年最初亮相相比 这次展览的型号无疑是再升级版本 本期我们就来看看 这新版的天马2坦克都进行了哪些改进 能否应对现代化战争 首先我们还是先来了解一下天马2坦克吧 朝鲜这款新式坦克 最早亮相于2020年10月10日的 朝鲜劳动党成立75周年阅兵市上 因此有着M2020坦克的非正式称货 同时由于该坦克的炮弹 与M1A2和T14类似 因此又有人称奇 金布拉姆斯或者是金马塔 此次朝鲜的国防发展2024军事博览会 应该是其第四次亮相 但却是第一次被展览 而且与以往不同 或许是得到了俄罗斯的技术援助 升级后天马2坦克 原本类似M1和T14的外观 现在更接近于后者 那么都有哪些变化呢 结合此次展会的影像资讯分析 从外观来看 天马2坦克改变了2020年的黄色涂装 继续保持着2022年 朝鲜建军90周年亮相时的丛林迷彩 同时天马2坦克 一改此前APS拦截器 嵌入炮塔前部和两侧的情况 将APS拦截器转移到了炮塔口后位置 数量也从每个嵌入口的 三个管式发射器 变成两具四个管式发射器 而APS的感测雷达位置 倒是和此前一样 安装在炮塔的四个角落 什么是APS 简单来说就是坦克的主动防御系统 该系统通过探测计算发射拦截火箭 或抛射拦截弹丸摧毁来袭弹药 属于硬杀伤 是坦克一种自保提高生存能力的手段 当然APS也包括有激光压制等软杀伤手段 但因其无法对抗唯一稳定脱销穿甲弹 这种主流的反坦克弹药 因此软杀伤不是APS的发展主流 那朝鲜为什么要重新设计 天马2坦克APS拦截器的位置 其性能又如何呢 修改天马2坦克APS拦截器位置 火力军认为 这和朝鲜适应现代战争有关 人员上朝鲜已安排人 参与乌俄战争学习战斗经验 那装备自然不能落下 毕竟在现代战争中 坦克的生存空间正逐渐缩小 如2020年发生的纳格尔诺卡拉巴赫战争 亚美尼亚的坦克就被阿塞拜疆 使用土耳其制造的无人机摧毁 又或是在乌俄战争中 欧美国家原物的无人机 现代反坦克导弹 以及新式反坦克武器 总能绕开反应式装甲 从上往下打击坦克顶部 已成为俄军装甲部队的噩梦 而此前天马2坦克将APS安接器 安装在炮塔座圈上 不仅会干扰炮塔右侧反坦克导弹的发射 而且在面对弓顶武器时 根本毫无还手之力 再加上如今世界上的坦克装甲发展 受使用环境 桥梁承重 铁路机动限制 已经陷入瓶颈 若是继续强化装甲防护 无论是坦克重量 还是技术储备 留下的空间都捉襟见肘 因此朝鲜只能尽可能合理安排 天马2坦克APS拦截器位置 才能有效抵御弓顶武器的袭击 从而提高天马2坦克的生存率 当然 重新设计的过程中 不排除有俄罗斯技术人员参与指导 毕竟俄军坦克已经挨了三年的 无军无人机袭击 经验十分丰富 至于天马2坦克的APS型号和性能 虽然仍未透露 但据去年发布的一段 天马2坦克APS系统 拦截RPG7反坦克火箭弹的视频来看 天马2坦克的APS系统 已经拥有了可靠的主动探测性能 其很可能装备了毫米波火控雷达 而且也必然具备利用后台火控计算机 对来袭弹药进行精准弹道计算 和位置预判的能力 因此 就目前而言 天马2坦克的APS系统性能 基本能和俄罗斯的竞技场系统相媲美 甚至在拦截弹数量和拦截弹覆盖界面上 要超越了T14配备的 阿富汗10主动防御系统 如阿富汗10系统的水平覆盖度只有120度 而天马2坦克的APS系统 水平覆盖能达到180到200度 在炮塔防护上 天马2坦克虽然摒弃了APS拦截器 潜入炮塔的形式 但从展会上传出的外观照片 以及考虑到俄罗斯 应该不会传授T14绝密钢合金技术 因此 天马2坦克的炮塔外壳 应该还是由焊接构造支撑 并加装了与先军915坦克一样的符合装甲 更加类似T14阿玛塔 并在正面和侧面加装了爆炸反应装甲 车体后部还装有格炸装甲 以增强对RPG等反坦克武器的防护 在火力上 原本安装在炮塔右侧的两个发射器 被转移到了右侧上部 据说可用来发射导弹 用来打击敌人的装甲车 只不过这种在坦克上 额外安装反坦克导弹发射器的做法 在现今其他各国坦克中 基本已经看不到了 毕竟如今的坦克主炮 就有着发射炮射导弹的能力 并不需要再额外安装 加上供用观瞄系统的限制 主炮和反坦克导弹 无法做到同时开火 因此 其他各国的坦克 基本都是考虑增配防空导弹 而非传统的反坦克导弹 此外 天门2坦克的副武器 还包括一艇7.62毫米同轴机枪 和安装在炮塔顶部 左侧前部的遥控武器站 其配备的是30毫米自动榴弹发射器 全者可防空 可扫射敌人步兵 后者则可打击敌人的轻装甲车 至于主炮 则是一门125毫米苏西化塘炮 很可能是2A46化塘炮的衍生产品 能够发射唯一稳定脱小穿甲弹 破甲弹以及高爆破片弹 而且与先军925坦克不同 天门2坦克将车长配置于车体右侧 加上可能有俄罗斯参与设计 因此它可能带有自动招弹系统 机动性方面 为了适应朝鲜半岛的丘陵与山区环境 天马2坦克的尺寸设计的颇为紧凑 而动力系统据推测 可能使用了与天马虎坦克同款的1200匹马力的引擎 车重大概在55吨左右 只不过要说天马2能完全应对现在战场 霍利君只能说有点够呛 个人感觉天马2是一款有着T72战斗水平 和T14生产环境 且依旧走着传统老路的坦克 当然这也不能怪朝鲜 如今世界各国的坦克发展 其实已经达到瓶颈 就连德英美这样的大国都止步于三代 其他四代坦克的发展上举步维艰 无论是T14、KF51 还是MEX、EMBT 所有的升级发展都逃不开更强大的火力 更耐走的装甲 更快的速度 顶多搞得特殊一些 学F35让坦克重担无人机终极战 如果KF51 在列装130毫米加龙炮时 顺带装了几架无人机 T14则是追求无人炮塔 以及口径更大的坦克炮 MEX则是柴电混动 虽然性能都有一定的增强 但没有发生质的改变 很难在无人机满天飞的 现代战场中生存 这样就更别说天马2坦克了 如其传统的 有人炮塔防护力度 甚至可能还不如 安装了爆炸反应装甲的T7-2 而且如今的朝鲜 受国际制裁和武器经营影响 已经很难再获得 高性能的电子元器件 液压系统 复合材料等 因此天马2坦克的火控 炮控 装甲系统等 都将受到极大限制 再加上朝鲜缺乏 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生产能力 因此很难实现 天马2坦克的大规模生产和裂装 更何况天马2坦克生产出来 最大的对手是谁呢 没错 是韩国 仅坦克发展而言 韩国坦克应该是顽孽朝鲜的 别的不说 就近期新出的K3轻能源坦克 直接为四代坦克拓宽了道路 要知道 坦克与坦克之间的对决 无非就是你打我一炮 我打你一炮 谁先扛不住 谁说 当然前提是 没有无人机这样的空中力量 但韩国的K3坦克可以隐身偷袭 天马2坦克根本防不住 K3坦克由韩国现代乐铁 和现代汽车公司合作研发 四代坦克的无人炮毯 三人车组 130毫米滑糖炮的配置 K3坦克是一个不赖 且有了创新 要比T14 KF51这些四代坦克先进 更别提天马2了 在布局上 K3采用传统布局 前面是驾驶室 中间是炮塔 后面是动力包 成员位置 虽和T14 M1X一样 按照驾驶员车长 炮手并列射计 并安排在车体前部的装甲舱内 但K3坦克的现代化程度更高 可以在无人驾驶的状态下自主运行 手指一点 坦克就能自动开过去 至于有敌人来袭 怎么办呢 没关系 K3坦克可以依靠AI模型 智能分析周边的战场态势 并判断威胁目标 一旦发现敌人 K3就会发送打击情势 成员只需再次一点 坦克炮就会自己选择合适的弹药 并完成射击 而这也就意味着 K3坦克的成员可以缩减至一人 而K3坦克的火力 也远比天马2坦克强 配装130毫米化汤炮 在防御上 激光警告器 导弹警告预警器 主动防御系统 以及无人机干扰系统 更是应有尽有 最关键的是 韩国并未受到欧美制裁 K3零部件很充足 至于轻动力 这是第一次在坦克上出现 放在汽车上 轻动力的优点是环保 但是在坦克上使用 就要再加上一个隐身了 氢气作为燃料 能量利用效率更高 燃烧时的热效率 可以达到80%以上 传统燃料的热效率 则只能达到60%到70% 而且如果是液态氢燃料电池 氢气通过电化反应 直接转化为电能 电能再转化为机械能 其热效率更高 可以达到90%以上 而唯一的排放物就只有水 这也就意味着 K3坦克发动机制造的 红外辐射可以无限缩小 再加上K3外部 那很像PL-01的 六边形的装甲模块 其很可能拥有 与PL-01类似的功能 既能通过捕获坦克 周围的环境参数 调整温度 湿度等 实现完美的红外隐身 另外 使用轻能源 K3坦克还可以实现静默形式 且激动性比柴油机坦克更好 即使是在低速状态下 氢燃料电池 也可以为坦克提供较高的扭矩 因此 K3坦克非常适合突击作战 若是与天马二坦克对战 他能在其意想不到的地方 来上一炮 也可以选择藏起来 充当伏地魔 唯一可惜的 就是K3坦克太贵了 魂力军不舍得将其安排在 无人机乱飞的前线阵地 综上所述 天马二坦克对朝鲜而言是稀罕物 但放眼全球只能算中规中矩 且技术水平远低于韩国K3 而现役兵力达到了 95万人的朝鲜陆军 估计是想学苏联搞钢铁洪流 但乌俄战争已经证明 无人机天克钢铁洪流 而且未来坦克的作战方式 大概率也将以 隐身坦克指挥无人机作战为主 好了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对朝鲜新改进的 天马二坦克是什么看法 未来的坦克作战模式 又会是怎样的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是火力军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